周圍毫无遮挡,所以只能爬上山头拍摄 还不敢站立拍摄,他不用注意的 不愿被奴役的人也不愿看到别人被奴役 愿中国政府、共产党早日解体下台 结束这一切反人类的罪恶 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老生常谈的事情 就是新疆集中营 那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又讲这个主题呢 因为啊,因为游民中国人他前往新疆 然后拍摄到这个集中营的画面 那他透过了外界媒体跟中国媒体 以及这个MacBook跟中国的百度的地图 去交叉比对出来 然后去那个地方实际发现原来那个地方 就像外媒所说的 确实有一座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在那里 但是这边小粉红会说 哦,那可能是我们中国的什么乐界所 或者是这个监狱啊,或者是军营啊 我就知道小粉红会这么说 但是这名中国网友啊 他透过中国的百度还有其他的这个地图软体 也有找到 哦,像中国的军营他就会标记军营 监狱他就会标记监狱 乐界所他就会标记乐界所 但是唯独中国的地图上没有显示那里 那边显示是空白 但是外国的报导指出 那个地方确实有一座类似集中营的东西 中国媒体跟中国的地图没有把那个地图标上 那请问那个东西是什么,为什么不必要上做贼心虚吗 那根据了解这名中国网友他已经出了国外 他才把这些影片PO上网 那我们现在先带大家来看一些片段 如果想要看完整的话 可以去G.U.A.N.G.U.A.N.的频道去观赏 因为这部长达19分钟 这边呢就带大家来看这几个赚点的小片段 我在整个拍摄过程中都没有录制现场的解说视频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因为如果录了一段素材解说 这里是新疆的某个某个地方的拿个集中营 然后恰好又被警察拦下来检查拍摄内容 那我也就直接进集中营了 穿过铁路桥 道路很快就变成了碎石路 我再一次出现在了游客不应该出现的区域 周围毫无遮挡 所以只能爬上山头拍摄 还不敢站立拍摄他就能注意到 打板地区还有另外一个红色标记 推测可能是一个拘留所 不过我没有去查看 最后一天来到库尔勒市东郊 这里在百度地图上是一片空白 但是BFN提供的信息显示 就有好几个集中营坐落于此 在这些军营的背后 更远的地方可以看到有围墙铁丝网守卫塔 那里就是集中营位置所在了 本想离得近一点 可是没有道路可以开过去 这里是一个黄色标记 集中营隐藏在这个红色大门院落的后面 从公路开过并不容易注意到 河对面桥头的位置是另外一个灰色标记所在 关于新疆集中营这个事情 外国媒体已经有很多报道了 我上一次汽车去新疆的时候 也跟当地的汉族人打听过 有听说大量的维族人被当作廉价的劳工 外包拉到其他地方干活 不愿帮助中国政府监控自己同胞的维族人 也会被送进集中营接受教育 学校内也不允许使用维吾尔族语言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时 中国政府控制的警察 当着那么多外国记者的面 敢肆无忌惮地打人杀人 所以在新疆这种外国媒体 根本就进不去的地方 中国政府对维族人的迫害 就更加是难以想象的 不愿被奴役的人也不愿看到别人被奴役 愿中国政府共产党早日解体下台 结束这一切凡人类的罪恶 好那这位中国网友 他造访了新疆的八个城镇 跟十八个设施 那里面他还用了这个地图 跟这个外媒 还有中国自己媒体的交叉报道 去做对比 所以啊 这个才叫做记者 这个才叫做新闻工作者 你们中国那些央视跟人民日报 普及记者 请问他们叫做新闻工作者吗 他们叫做记者吗 他们叫做党的猴舌吧 今天这个政府做了一些 真的不人道的行为 你该骂要骂吧 像如果今天台湾出现 像你们中国那样 擅闯民众百姓的家 把宠物狗、宠物猫虐杀 那我还不出来骂 那要像是我们国家的前副总统 要是爆出跟这个奥运选手 发生长年的这个不正常关系啊 然后人家现在发声 控诉他 还要把人家消失 台湾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你觉得新闻媒体不报吗 三例报不报 我觉得三例一定报啦 东森报不报 东森也会报啦 TVBS也会报啦 尤其是中天 中天绝对报 不要说别人啦 我觉得如果这件事出来 你还把人家消失 把人家禁言的话 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但是你们中国的这个彭帅 他跟你们的这个 国家前副总理啊 还是这个副主席啊 发生了这个关系 你们中国媒体 抨击了吗 骂了吗 没有 我就试问中国现在多少人知道 中国14亿人 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 一个泱泱大国 看自己的新闻要翻墙出去看 丢不丢脸啊 我们话再讲回来 而且你知道就算那个是监狱啊 那个是什么设施啊 一般民众是可以路过的 甚至可以拍着围墙 警察不会去驱赶 警察不会说 你来这边有什么目的 你在这边干嘛 像譬如说啦 花莲有这个监狱啦 在礼遇坛那边啊 我还可以路过 旁边还有ATM 我可以领钱呢 我可以在围墙前面跟ATM拍照啊 我只要不要进去里面拍就好了呢 那外面的一切我都可以拍呢 警察也不会说 你拍这什么意图 这是我的自由 我不能拍吗 我有拍到里面吗 我没有拍到里面啊 然后我觉得中国官方跟小粉 最诡异的一件事 你们说别人在抹黑你们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开放 这个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的人 进去帮你们证明啊 像当年那个德国 他也口口声声说 我们德国没有集中营啊 他还让红十字会进去帮他见证 虽然事后战后证明 确实有集中营嘛 那你们中国连这个作假作戏 安排这个联合理事国的演员进去 还有其他的这个外国媒体进去 帮你们这个自证 你们大可以一组中国记者 央视的跟一组外国记者 两个一组嘛 两个一起去采访嘛 他拍什么你拍什么嘛 是不是 你就不怕别人断章取义啦 对不对 那重点就是 你不敢啊 那你不是心里有鬼就是身上有死吗 今天如果一个国家 他被人家严重指控有的话 那他最重要的不就是要自证清白吗 算了算了小粉红是快乐术 跟快乐术讲这些是没有用的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去看这个GUANGUAN的这个频道 这个长达19分钟 他会讲的更清楚更明白 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 那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